在这家公司后期就待不下了 实际上我们本身也不是愿意走 也不好意思唱高调说我们要走 但是内心里这种对他们一些做法怨气的 已经无形当中表现在这个 就是你没有行为 也会感觉到那个气场不好 要不怎么说老板后期有时候讲话 看下面我即使不说话 也是一种示威 所以就从工作以来 包括前面的工作我一直都是三不管 一般领导感觉压不住我 包括内心也是 本来是对他们崇高最高尚的崇敬 他们的一些做法 反正这个时代吧 好的老板不多 毕竟是商业 我们书上写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其他的都是其次 所以就找个理由开了 然后我们甚至他还没有给我一些 拥有的工资的就是保险啊等等这些 不提了 借口让你修养身体 那时候身体确实不好 借口总能找个理由 然后其实到最后期 我们还有这个发明创造的时候啊 那时候来了一个从台湾借调来一个销售 那种台湾腔的说起来 也不是所有人呢 但是总归南方这种气势上 差一点 但头脑上可能经济方面会强一点 但也不适合我们这方水土 还是西化的有点严重 就像传销一样吧 然后 当然他本人做其他方面做得很好 我们要有两百种易经产品 当时我做了这几个 然后他们也没什么可做吧 结果我走了之后 自己创业 就做这个易经主题购物啊 这个淘宝店是有得说的 当时一段时间也被做成了审点 什么直通车啊 花最低的消费 反正商业嘛 总有点图机俱缺在里面 然后就自动的 不用管人都 甩手掌柜 已经相关的 一时住行 主题购物嘛 有这种想法呢 还是很少的 我就把所有网络上 淘宝有的 没有的就阿里巴巴 然后 后期就拼多多 那在后期这个 我们这个直播平台 好几个 能加的当时都加上了 那主要是淘宝 所以 赚了一时间 起来的很快 没什么成本 我们本身又是学广告的 一般的平面设计啊 这一些这个 广告的关键词汇啊 人上搜索嘛 对这个关键词很敏感 然后就 高起来了 我跟前面那个 调来的职业经理说 我已经达成了 两百种 不止啊 五六百都有 就给我竖大拇指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后来这网络上 也不让大家卖这些了 认为是封建微信吗 反正你就觉得 他们说 上面一个条文下来 底下就 为了防止 万一出问题 拿这个作文证 那就干脆更严一点 或者是 他们自己认为 这个就是 误解上没意思 反正这个里面 上下肯定是有出租 那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创业 我们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